在我看啊 郭柯王 就是在上演一出烏龍版的 無厘頭西遊記 先是一開始 瞧不定誰是唐商帳 拿到一個自以為是孫悟空的豬八戒 就跑出來 亂現撤 這個 瞎扯一堆 那當然 中間有種種的分合 那麼協商等等等 好啦 隨著時間的迫近 那沒辦法啦 總是要趕快去取金嘛 不是嗎 好啦 現在 排定了可能的唐山站 可是這個豬八戒 還是在 胡扯啊 這麼重要的 823砲戰紀念日 這是我們全體國民不分族群 不分男女老少 共同記憶的歷史事件 那先前從來沒看到柯文哲針對823這個紀念日 但是他有如何來大型的紀念會啦 那麼演講會啦 什麼樣的紀念活動都沒有 那今年柯文哲特地把這個823這個紀念日特別拿來大作 只為了要迎合財神郭台銘嘛 那麼因為郭台銘很清楚 郭台銘來自深藍的家庭 他們在這個事件當然歷史記憶更深刻 郭台銘的血湊出來都是深藍的嘛 那所以對郭台銘來講當然特別深刻啦 那麼我們不是說他們紀念823紀念日這個不好 而是你們要傳達的所謂郭王科合 竟然是用這麼重大的歷史紀念日 然後是由一個毫無歷史記憶 國家觀念的柯文哲 他來促成來推動 所以等於柯文哲是濫用了市長的資源嘛 823這個紀念日 在我們台北市的823紀念公園來舉辦 這是你市長每年都應當做的 結果你柯市長荒廢了前幾年你一點都不在意 表示你毫無歷史記憶嘛 你更沒有國家觀念嘛 那你只是把這個紀念日拿來當工具 好讓你獻冊給那個郭台銘 好讓你去寄生上流 所以我在我看 在我看 柯文哲這個做法是兩個字啦 耳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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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